这里是京都的最北面,靠近日本海的天桥栗,又被称为日本三井之一。 据说每年光临此地的游客接近两百万之多。 以前光是在地图上看看这里的风景就觉得很美,直到我亲身来到此地,身临其境地享受这片海湾。 特别是站在高处眺望这座天然的沙洲时,你才能真正领略它的魅力所在。 这是一条天然的沙洲,横跨整个公斤海湾,全长约有3.6公里,把这片海一分为二。 左边的海域叫做阿苏海,右边的则是日本海。 远眺沙洲最有意思的是沙洲海岸线上那锯齿形状的海岸线, 以及沙洲上自然生长的约8000棵松树,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 据说这里的冬季会更美丽, 海雪覆盖的沙洲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色。 现在已是秋季,还是有一些凉意。 这个季节也许是最适合来这里的时候, 更冷不热,温度适中, 如不在沙滩上听着海浪, 挨打海岸的声音非常之处。 朋友们,早上好啊, 你看, 现在才6点多钟, 这地方才9点钟才开门呢。 这里呢,是天桥丽展望台的缆车搭乘点, 一般是上午9点开始营业, 这呢也是登上山顶的唯一一条路, 搭乘缆车呢有两种, 一种是单人乘坐的, 另一种呢是多人乘坐的, 比较适合家庭人多的情况。 这里啊, 我就首推单人乘坐的方式, 自由自在, 视野呢也非常开阔, 单程的时间约6分钟, 推荐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手机相机, 不要错过这6分钟的绝佳拍摄机会。 爬上山顶, 除了展望台之外呢, 其余的都是游乐场, 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,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, 就是寻找各种各样的角度, 来遥望海湾的沙洲。 原来这个台子啊, 是要这么看的啊, 我们找了一个专业的模特, 这边就可以有那个玩单车的啊, 然后这里有个平台, 就可以站得更高, 看得更远。 夜幕降临时分, 在沙洲附近的街道逛一逛, 今天恰逢日本的三联休, 日间的游客多如牛毛,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, 游客依旧是络绎不绝。 在沙洲旁边有一座寺庙, 名为天桥山至恩寺, 该寺名呢, 是公元904年, 提湖天皇赐予的, 听着名字啊, 就知道这座寺庙呢, 和智慧有关。 里面四封了文书菩萨, 这里也被称为日本三文书的第一灵场, 有机会来旅行的朋友, 可以来此地祈求智慧。 你看就是咱们从那个寺庙出来, 然后沿着这座桥过去, 就是那个天桥栗, 就这个半岛了。 然后推荐的游览方式就是骑自行车, 这边有很多租单车的地方。 你看这两边就是那个, 两边都是海。 这个岛呢是天然形成的, 就特别的有特色, 就中间这么一条, 然后整个岛上还种满了松树。 小店都是收摊了, 这边就是租单车的呢。 因为这个景区的那个范围比较大, 所以你靠步行的话, 我估计很难, 很难把它游览的比较齐全。 哇, 那边还有cosplay啊, 你看看。 不好意思过去拍他们了, 远远的看看cosplay是吧。 这边靠里边的这个海湾, 这里面的这边海就了, 我看地图上叫阿苏海啊。 看这风景, 这是夕阳下的天桥栗。 第二天一早, 趁着人少, 我骑车穿越了这座沙洲, 穿越了岛上的八千棵松树和白色的沙滩。 一边眺望对岸的风景, 这种满足感无法言喻。 全长3.6公里, 大约骑行了10分钟左右, 就到达了对岸, 四处溜达一下, 感受一下这里的居住气氛。 另外在智恩寺的边上, 还可以乘坐游轮, 游览整个海湾。 也可以看到天桥立的小桥, 360度旋转, 让轮船通过的画面。 只是可惜这一次没有看到, 有些许遗憾。 对于喜欢专业骑行的朋友, 推荐沿着整个海岸线骑行。 京都北面的丹后半岛的风光, 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。